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中心筹币两年了 也筹款了 现在能够第一期的动工 因为我们已经筹到3.2 million 320万可以开始第一期 我们第一期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一年就完成 就可以有一个青年中心 让各区不同的青年人就算他们读书有问题 不要哲学 不要变成黑社会去吸毒 就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有抗体的活动 可以打球 可以学英文 可以在这里补习 这里有很多很好的服务给他们 尤其新移民 让他们适应这边的文化 就让他们成为更好的居民在这里 就祝福这个社区 那明年就是可以动工完这个青年的服务中心 那我想知道你刚刚提到这个青年服务中心 它是第一期 那还有接下来那些 还有一些什么服务呢 对 我们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起老的一个活动 给社会里面的老人家 现在很多了 因为社会老化嘛 越来越多人呢 他们还没有生病到要去养老院 但是他们很孤单 有时候家人也不理他们 所以让他们在这里有健康的讲座啊 有打太极啊 跳排舞啊 也让他们去学一些他们喜欢学的手工艺啊 让他们去在这里找到朋友 不要去赌场 我看见很多老人家呢 到晚年的时候反而去赌场那里输钱很惨啊 那么就另外也有一个是辅导中心 将来我们希望 因为很多破碎的家庭 很多婚姻的问题 亲子的关系啊 我们外面的辅导也很贵的 就算是基督教那个办的也是要付钱 所以我们希望在节里有一个是 给低收入的家庭们得到这样的帮助 还有希望就是新移民 特别他们适应这个新的文化这样的大 找工作很困难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学英文啊 学电脑啊 更加PSW啊 可能那些不同的 可以让他们就在有加拿大的经验 可以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这个我们的信仰是全人的福音 当然我们讲到耶稣的爱是对着永生 但是现在的生活怎么办呢 是身心灵都顾到的嘛 那你也刚刚提到 因为这个建这个community center 其实花费也是非常大的 你刚刚说到这个筹款已经筹到了3.2个million 那我想知道这个筹款是从哪个方向 就是说从哪里筹到那么多款 好好 这个政府 安省的政府有一个 trillium foundation也很好 这个基金呢也捐30万给我们 所以我们感激 然后我们的教会里面的 基金兄姐妹教友 他们用不同的方法 音乐会也好 步行筹款也好 就筹款啊 那么我们也欢迎社区里面 无论任何人 你对这一类的东西有负担的 可以与我们一起合作 因为我们一方面主要对象 当然是中国大陆来的 一大批的讲国语的普通话的新移民 但是也为其他族裔的来服事 为什么呢 30年前40年前很多华人教会在这里 也是小小的 也是那个加拿大人的 那老外他们的教会来帮助我们 比如说在下午两点钟开始聚会 现在我们有教堂 我们有地方 我们应该祝福别人 我们应该好像圣经里面 亚伯拉罕一样 他祝福万民 所以南亚族裔这个印典 在Siri Lanka来的 印度来的很多 我们现在的教堂 已经让一个Siri Lankan group 虽然小小的 三十人四十人 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聚会 将来我们为菲律宾的 为越南的 为中东来的 回教的 我们也愿意服事他们 我们不 为了因为宗教或者服事不一样 我们就拒绝别人 我们觉得耶稣的爱应该祝福万民的 所以希望华人的教会 愿意成为这样的见证 是做光的 作严的 虽然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 是叫多伦多 华人基督教会 可是我们还是欢迎各种不同主义 各种不同国家的人来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 是在Styles 跟Wordon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新的community center 会建在这个地址在哪里呢 这个地址是105 Gibson Drive 就刚刚在我们教堂的后面 我们教堂是100 Arcadia 就前面嘛 这个是后面鸟鸟街 本来是工业区 但是这个万锦市政府很好 他愿意当我们买到的时候 愿意土地绘化 让它转成 可以成为一个社区中心 平常是货仓的 所以但是我们是向连地 一起 那么我们希望对 其他族裔群体 一样的来帮助祝福他们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感兴趣的日子 它是在Gibson Community Center 这是一个计划 在Toronto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有几个年纪业务 他们在策划 他们在第一段階段 他们有一个目标 的1亿亿亿亿 他们实际上超过 他们也有超过1.2 million 但是这些人 我认为这些社区 它不是他们 他们只是 认为每个星期 他们自己 他们在一起 他们在他们的社会进行进行一个社会的团队 他们有这个精彩的建议和其他一些新的社会 他们会看待到他们的一种社会 在他们的第一段階段 他们会建议一个教育的群体 并且专门女士的社会 并且专门女士的第一个 我们有很多年纪性他们在 Markham 所以这会是一个品牌的地方 不仅仅是他们的部队 他们会建议他们的社会 他们会建议他们的社会 我认为它会很美丽的地区 我们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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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地区 它们是在这里 所以它们是很好的 它们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的地区 这些地区 这个地区 因为它们是一个工程 所以我们的地区 我们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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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通过 他们通过 所以 因为它们是一个地方 我们想要聘用 我们想要聘用 它们的地区 进行这区 成统的地区 所以我们的地区 都希望他们 他们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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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够支持 他们的地区 他们的地区 也认为他们 有足够的地区 他们的地区 By this time next year, we're going to be standing in the new gymnasium that they've built. 這個地區其實是一個很高需要的地區,特別是南部,Scarborough. 政府的統計數字是116區,117區和130區是叫高需要地方, 意思是區內的居民是行一公里都找不到他們所找需要的服務, 包括老人服務,青年中心的服務和社區的服務都找不到的, 一公里,在多倫多13區裡面,這個是排列榜首,第一個最高需要的地區, 在六種服務都不合格的,第一期主要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的體育館, 然後就有青年中心,兩個青年中心很大的,還有一個文化咖啡店在那裡, 所以整個項目首先是青年中心,和和青年有關的活動,科後活動都有的。 這個心裡我們信不代表它會有些我們心理, 這是一個祖神的祖神 我們不會只想想想要自己長大多年 而生長的祖神 他們好事 但是我們覺得神叫我們做了一切 這個建築和建築的建築 這間建築和建築的建築 我們覺得很強的 祖神想要我們構建一個社團的建築 所以我們開始看到的 一些人在生活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 我们就觉得可能建立一个社区的社区 去帮助其他人建立的未来是什么好处的。 我们有很多领域的领域, 我们将会建立在不同的步骤。 希望我们将会建立一个社区的社区, 那是第一步, 但是我们将会建立一个社区的社区, 我们将会建立一个社区的社区, 我们会建立一个社区的社区, こう important the homeless in our neighborhood, 我们会建讳的 You're the only love for me How great is your love How great is your love That you have told 大家好 我是Vibi 那現在我正在這個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現在看到我三幫 新片的兩位這個帥哥 其實他們是被邀請到這邊演出的 那到底是誰 那不妨讓他們自己來告訴我們吧 Hi, Justin and Andy How are you So, first of all, welcome back and welcome to Toronto Thank you What bring you guys to be here Well, you know, T3C for the Gibson project They just invited us to come out And just kind of be part of this benefit concert for their groundbreaking He invited me to come and share my music with these guys And I heard what they're doing So I wanted to do the same So, are you guys Christian as well? Yeah, we're both Christians Yeah So, I know you were like pro and racing up in Scarborough And so right now you're in L.A. How's the life in L.A.? I mean, L.A. is amazing I mean, the city's fun and it's beautiful And, you know, we're both there for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So it's kind of the place to be for what we do You know, I moved there really to be an artist And I'm kind of currently just doing a lot of production And writing a lot of songs But, you know, I mean, my thing is really just writing awesome music And being able to share Whether it's through performing it Through the radio Through putting it on someone else's record Or in a movi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any opportunity I just, I love music And 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inspire other people With amazing music And how about you, Andy? Well, yeah, same way I mean, we love music And we just want to do it And make a living at it So we need your help We need everybody's help to come support Especially if you like what we're doing Visit our Facebook pages and Twitter And, you know So actually it's the first time to come to Toronto? Yeah, well, I've been here before But I just saw the inside of the hotel the whole time But I love this place Like, we were driving around last night We were going to get some food And I was amazed I love this place Did you bring him to show him around? Not yet Yeah, he literally just landed yesterday But we're going to go downtown tomorrow So I hope you guys enjoy the live in Toronto And I hope to see you guys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感謝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們下期再見 Come on nick myös